这个大概几种药材 七八种 拿出一大袋特调的中药材 就如番茄农民林德正说 这个以当归枸杞肉桂等特制秘方调制而成的秘密武器 能够让它的小番茄变得头好壮壮更好吃 为什么要用中药来种番茄 因为它有蛆虫然后击毙的作用 效果非常好 你喷了之后 不管是在防虫或是你自己在工作 你都会感觉蛮愉悦的 因为它里面很香 因为我喷过之后发觉番茄它比较结实 比较硬了一点比较脆 让番茄吃中药这特制的中药粉 可是林德正请教专业及中医药师 所研究出的独家配方 还得经过三小时的熬煮 且要过滤冰冻 要施肥时才退冰 过程繁复费时好功 不过为了坚持高品质 他说再累也甘之如意 其实来做很多人会觉得我是 抓鸡啦 拿一个鸡在鸡 很麻烦的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我是希望说 我说麻烦的事情来做 我觉得是他 他说三星的 是健康嘛 天然嘛 所以我希望说 是不是大家 都会来参考用我这种方式 以烹煮中药当农药 来为小番茄喷洒施肥 让梅菌不敢靠近 而且能提供番茄生长的养分 尽管麻烦又增加成本 但林德正说绝对值得 就像他在多年前就搭建温室来照顾小番茄 六分多地花了近百万 但却能够躲过寒流侵袭 减少损失 今年又为了提高小番茄的受粉率 他也透过防检局 进口荷兰雄风 酌果率百分百 尽管又增加成本 但他还是说钱花的很值得 雄尾和雌尾都在这 台湾风太小 太小啦 太小 它没法接触到这一个地方 所以说 它如果河南的风 雄风它比较大 它比较大价 它比较大价 它会用摇的方式 所以说它的受粉成功率就很高 花大把钞票来照顾小番茄 林德正舍得投资 种出来的番茄果实甜美 皮薄纤维细致 感受不到番茄皮 甜度达12度 比一般的番茄气度高出近一倍 虽然价格是一般番茄来得高一些 但是网路宅配订单接不完 林德正的番茄园可以收成到五六月 为了保持一致性的甜美口感 每天一早就必须到果园采收 他说采收番茄很费工 为了消化过多的订单 有时还得雇工帮忙采收 但是多年口碑建立之后 取得很多消费者认同 老顾客都会回购 而且愿意耐心等候 因此番茄经常是功不应求 评论新闻蔡立华为德卫采访报道